聚焦影视剧线 聆听演员心声 本周王牌电影院福利大放送 经典影视人物披挂登场 王牌家族致敬电影卧虎藏龙 第一眼打开大幕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腾哥收了 这小刀半脸 你也收了贾良 那真的吗 贾倒 都不敢轻易跟他开玩笑了 就把尺度拿捏得不好 但是腾哥跟我对话 还是非常轻松的 毕竟是200亿票房男神嘛 弟弟今天这事儿打扮是 闭眼狐狸 闭眼 全程就不睁眼了是吧今天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由张子怡领衔的上阳副剧组 张子怡 张子怡 闲热播电视剧 上阳副部分主演 华美亮相 我是上阳副理的王轩 但我只有一个问题 子怡姐不热吗那刁 是上阳剧 拖了拖了 那就拖了 春季盎然了 大家好 我是肖琪 我是上阳副剧组的贺兰真 我是贾良的副剧 真像你俩 我今天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子谭 我是他哥哥 黄花梨 对 我是子龙 大家可以叫我子龙哥哥 最近这个上阳副热播 好评不断 表现特别的好 大家的这个2021 就像Vivo X60系列手机的超稳 微云台一样 稳稳可期 表现不凡 对不对 对 稳了稳了 确实稳 特别稳 今天两队呢 是化身了两个剧组 来争夺王牌剧组 这样的一个称号 今天争夺非常有意思 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包括我们场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张电影院的门票 每一关 胜负分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获得现场 一定数量的观众的票数 最后会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这位幸运观众 在哪个队伍当中 哪队就获胜了 最后抽出来的那一个人 可以来到舞台上 和今天场上的所有人 你站在C位大合赢 争夺王牌剧组称号 两队卸下包補 各出其招 更多惊喜与欢乐 即刻扑面而来 王牌家族 随国王牌 上阳墓 王牌家族 都王牌 这么认真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 今天第一轮的比拼了 演技传声筒 什么 超稳温云台 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轮 演技传声筒 王牌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所以咱们第一关考验的是 现场各位的这个形体表演能力 第一轮王牌家族 来 先给你们打个音 哈哈哈 好了来 菲菲把题目拿上来 哎呀 哎呀妈呀 哎 关键难就难在 这是几个字呢 哈哈哈 可以了吗 OK 传递开始 一段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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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跳舞 几个字 机械舞 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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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都做呢 哇 接舞 关键在哗哗的里域 很少出现这个状态 这 这是 行彻底梦圈了已经 还有 对 对 对 这个路子对了 这个路子对了 有了没有 有了吧 四个字吗 两个字 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词 应该是一个词 他这个词比较特殊 是是是是是是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哈哈哈哈哈 博尔 俞 医疗 按摩 欢欢你要不还一先把 唉呀这这套做一遍 有 有 就是这个 初天接舞 哎 就就就 哈哈哈哈 往医疗方面 college 你先看我你明白了吗 我不明白 几个字 两个字 Section OK 是一个词 花花 eleme的这个 正骨 哈哈哈哈 有可能 但是他紧接着 演了一段很繁杂的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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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叮叮叮 耍帅 舞蹈 young girl 啊不不不不 rapper应该 rapper rapper也是俩字哈 rapper是两个字 哎但你别说 这题腾哥不知道 小彤可能能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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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这么跳的吗 你刚刚不是啊 我跳成那 是不是以为比我真强呢 跳的 几个字 两个字 是一个词 爱豆 最重要的动作说是这个 霹雳 霹雳 咔嚓 三 二 一 小颂 你跟花花一起演一下 带这个劲儿 来 先生 还有 比赛 这么比赛吗 这题王牌家都没猜对 下一轮是混合的一个挑战 第一棒童哥 第二棒子怡 第三棒花花 第四棒杨迪 一起猜的是贾琳和二姐夫 看谁能猜出来 来 飞飞 这轮的题目是 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 这个好 思虑的如何 如何 想吓我一条呢 可以了 传递开始 传递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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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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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哥你这个调度有点大呀 哈哈哈 我怕他记不住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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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结束了 重点是这个都很难要求你再来一遍 四个字 子怡向花花传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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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怡抱着了我 张子怡抱住我了 我的天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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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我也提醒一下花花 这只是腾哥表演的三分之一 花花 改宴啊 光单那个是吗 齐承 要吐针 球尖尺嘛 又是球尖尺 偷偷吐你一脸 我理解中 不会里面还有这个情节吧 十面埋伏 谁是第一棒 腾哥呀 你看一下你的接班人杨迪 瞬瞬间猜到了 腾哥你耍两下不就有了吗 哎呦 哎呀哎呀哎呀 都不知道谁样的吧 哎呀 这那是军艺的呀 当时年轻的时候就是好学呀 学完了表演就到马路对过 去看跳舞 你别说我们两个学校还挺近的呢 对面 这一轮算是打平了 因为都猜出来了 最后一题混合的 一维小通最后一棒 请菲菲拿上这一轮的题目 火 哦嘿 这凌姐喜欢那个 哈哈哈哈 我想先问一下这这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就是特别能吃的人是吗 对 哦 传递开始 三个字啊 啊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 呃 要不先演第二个字吧 哈哈哈哈 这么复杂的话 好好第二个字 就 哦 吃饭 哎对对对 你已经有了一个字了 哈哈哈哈 讨我了我这就得猜出来是不是 嗯 ok ok 杨迪秀有成竹 大字 打中脸 哈哈还没开始 酒足饭 哈哈哈哈 文化水平就是这样子吗 酒足饭 哈哈哈哈 杨迪开始表演上了啊 为了表演 哎还没看了是吧已经 木板 三个字 三个字 嗯 运气 哈哈哈哈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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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的是酒足饭 哈哈哈哈 腾哥不上网 能说出酒足饭跟上不上网 哈哈哈哈 没啥关系 跟上不上学有点关系 哈哈哈哈 你猜出来了 我猜出来了 啥字 我 这是什么 你不懂我 不是你不懂 他说你下来 你让他关门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塞 吃饱了 哈哈哈哈 小童不懂我 哈哈哈哈 我给一点点提示 网络热词 谁先说出来就算对啊 网络热词 干饭人 周一维回答正确 这跟干饭人 干饭人这是 这次 普通的吃饭人就是 就是吃饭嘛 啊 干饭人 所以要先练一下 对 再吃 对 就是干 我竟然都不知道 干饭人这个词 你怎么回事 好 最近咋了 手机坏了 不上网了 这一轮啊 获胜的是上扬副剧组 耶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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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游戏 获胜的是上扬副剧组啊 所以他可以在王牌电影院里面呢 选二十四个座位 咱们只能选十四个 嗨 我们看一下这个王牌电影院啊 现在图上的座位呢 是两个剧组已经站好的座位 每个人都有一张票 啊 接下来上扬副剧组 可以选一下几排 从几号到几号 一共选二十四个 我们选一下观影的黄金位置 黄金位置 咱们可以留下 要黄金位置得是第一排啊 自己剪 你是我们没看过电影是吧 看完都浪沉 我喜欢坐在倒水第二排 哪几个座位呢 中间的 二十一到三十 上扬剧组还可以再选十四个 在前面那一排吧 三排的 四五六七八二 突然来个二 单单那个三不要 过年时候没少打麻将 留了个卡单 还有一个 还差一个 第一排最左边吧 好 现在上扬副剧组已经选完了 来 我们的卧虎藏龙剧组选哪个 十四个位置 我们要不要选一圈外圈的 把他们包围 下围棋呢 我想选那种电影院的那种情侣座 就是纯不未来看电影的那种 最黑的角落 真真那俩红的那俩 对对对对 看他们俩干嘛呢 对对哎 那个就是你们剧组的座 那就放四个 把那个蓝的包围了 像下围棋一样 然后剩下的都给我穿插在 那个蓝色的左右 对 看他们对电影是如何评价的 好 两个剧组呢 座位都已经选择完毕了 马上进入下一关 超稳温云台 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博览 本轮游戏规则是两队交替而坐 在规定的节奏里 寄信说出上一位嘉宾出的职业 的专属台词 接不上或者答错 就要接受对方真心话拷问 最终答错误少的队伍获胜 博览群戏就是要考验 大家影视角色方面的一些 知识储备 比如说这个人物角色 他更多的台词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好 第一轮的职业台词接龙 由我给出职业 好 翘起来节奏给起 主持人 王牌对王牌 接线员 你打错了 发型师 托尼来了 保镖 让一下 警察 驾照拿出来 魔术师 讨厌 这个有点勉强了吧 考问真心话 腾哥来问一个吧 你最烦汪峰老师的哪首歌 我要飞得更高 我要飞得更高 为什么 这首歌不是 我喜欢那首 很红啊 我怕它摔下来 哎呀 好 哦 吃饱了吗 你们 吃饱了哈 吃饱了就行啊 接下来啊 继续来 魔术师 藏起来 藏起来 交警 你好 哈哈哈哈哈哈 腾哥 你这太对目了啊 每个职业都得说你好 知道吗 得从那个职业的状态开始啊 不错 错啊 没算你错啊 继续啊 老 法一 你好 哈哈哈哈 这算是 什么 我说你好 他说你好 就张明还得抢救 我说你好 你好 你好 他没有声音 好 这会儿警察上 医生就不用上了 哈哈哈哈 这种万能答案应该怎么处理 万能答案从这一刻开始 不能再用了 好好换一个换一个 万能答案不能了啊 继续来 快递员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见没有 你喊你的快递 沈涛难为我 啊 怎么的 那哪有给我出的题 全是你好开始的 谁问腾哥真心话 我来问一个吧 好 仔细问一个 腾哥 你会不会有一天自己做导演 哎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哪 仔细姐 他那么有才 你问到腾哥的心头里了 我离他近了 我感受到了 哈哈哈哈 甲铃红了之后 把我缠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继续啊 继续继续来 来 我出个你熟悉的 来来来 两百亿隐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 你好 这你不熟吗 哎呀 这不算啥事 哈哈哈哈 哈哈 继续出题了啊 空姐 您的位置是 导游 那就要问小宋是不是 啊 问一下小宋 来到王牌 对王牌 你们单位有谁 羡慕你啊 哈哈 有没有谁 明里暗里的嫉妒啊 不 我就在想 就扯坏一件衣服 记仇记到现在 你这个事也是 是不是啊 还没赔呢 还没赔呢 那我这个问题得回答 有吗 有吗 肯定会羡慕啊 因为 王牌对王牌 是一个顶尖的节目嘛 哎呦 哈哈哈哈 这是普通安排你说的 哈哈哈哈 前缀得说好了 有没有谁最羡慕 小马 哈哈 小马不是这种人 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就小丁吧 哈哈哈哈 来 乔珊继续 记者 你好 哈哈哈哈 出去 记者 你采访对象 你得真是 你好 请问一下 就都得这么说啊 那不 一般都这样 这是我的记者 哈哈哈哈 行 那别动我摄影机 哎 哈哈哈哈 我觉得乔珊表现特别棒 你今天是有什么秘诀 我想主要是因为 我个人的潜能 得到了激发 哎呦 我就知道 肯定是因为我们的 王牌奶粉能力多 对不对 那必须的 精确配方 激发潜能 能力多 能力多嘛 我能 我能 啊 继续加油 好 还从小童开始 这轮你们自己出题 我给你第一个题 行不行 你给杨迪出题 哦 来 美妆博主 你好 大家好 哈哈哈哈哈哈 导演 再来一条 消防员 着火了 你不去灭火 在这儿 但是 等一下 你听我这个语气是 不是说着火了 我是着火了 这种你知道吧 很淡定啊 对 不可以 消防员一定是十万火急的 对 一定是放下 吃饭干嘛 扔下就走 好 这轮贾铃不算对 请对方队伍 问他真心话 一围问一个吧 你们王牌家族 你最烦谁呀 这不是宋芬奇吗 我在我在 来请拿自己起立 我在电视上还没演的 演的还不像 难道是 自己站起来吧 还做那么踏实呢 证明家庭管理非常好 一指挥就站起来了 从贾铃开始往下出题 好好好 幼儿园老师 小朋友拉了吗 是 鼓手 鼓手 鼓子大鼓子大鼓子大鼓子 哇 这个不对啊 谁来问哇 真心话 我问吧 二姐夫问 来 你 和汪峰老师 谁唱歌更好听 真狠 汪峰老师 你看着那边是 汪峰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 一位摇滚界的泰斗 然后 但是 没有 没事 如果硬要说 我跟他谁唱得好听 反正我喜欢花花唱的 有看 那这个就不是我说的 好 从花花开始继续 好 演员 武装 兽衣 屁股掘起来 北京售票员 有大作啊 有大作啊 我后两个后 有大作啊 笑 农民伯伯 吃饭喽 这不能算 通用答案就不能算了 刚才说了 从你好开始嘛 所以谁问我弟弟真心话 我来问吧 哦 你们单位 我们单位 你们单位 对 其他六个兄弟 叼河里了 你先救谁 吃饭喽 我 应该是就个子最矮的那个吧 那就 高的都淹不到 多损了 反正都比鼻子高 还好我没掉下去 那就就一个 自己解熟悉的吧 马嘉琪 来小兔三分 刚才一个就得了 墨剧演员 太损了 好 游戏结束 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游戏了 说说规则 本轮游戏规则是 现场播放影视金曲 或者经典配乐 两队嘉宾 举手抢答 率先回答出剧名的得分 你在说规则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最务整体就平移了一下 我看到了 用余光看到了是吧 有没有想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挪一下 这里有一个 你最爱做的出气口 你们好坏 你要说我们王牌家族啊 这些团结呀 腾哥 你那辫子 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串儿猪 挺好的李木白 你非把自己弄成杀孙的吗 太重了 这都是 小松 多点点帮忙 这不会来事啊 牵着走 开始吧 我们接着上一轮游戏的 比分继续啊 画画 烤鸡翅膀 这本戏叫做 杭模糊点球箱 回答正确 看紫衣姐跟她 你怎么不认为 来请听下一首 杨迪 黄飞鸿 我第一个举的手啊 你那个是 互 再躺一躺 黄飞逢 黄辉宏 回答错误 继续强大 这个歌这么熟 看看我穿的是 杨迪 太极张三封 将军 目前双方的主要选手 都已经有表现了 一边是花花 一边是杨迪 叫上劲了 来 继续听歌 好像 杨迪先 黄飞鸿 黄飞鸿 知铁鸡斗无功 没有后面的 没有后面的 就黄飞鸿 选吧 选你 继续听歌 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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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放 没了 你先打 你先打 我也没举手 你举了 我举手说你们不算 我要放歌的时候 你们不管 这边不是喷的你自己吧 你也心疼心疼弟弟 还有妹妹 我们换个 我们换个 我们换个后的过去打 我跟你来 我跟你换一条 来 还是刚才那首歌 花花 渴望 子怡 这应该是个外国片 那个我还没说呢 那可能就根本不是外国片 杨迪 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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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青蛇 青蛇 青蛇你都能打出来 你这次偷听演得太成功了 我就是知道 听到后面就熟悉了 继续啊 请听歌 说起真心话 我心里有过你 腾哥 一代 一代宗师 腾 腾哥 你说只只能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 怎么啦 你们是帮着答的 什么 你是帮着答的 帮什么 怎么这导演耳朵还不好使了 导一个电影多辛苦啊 他哪不好使现在都正常 来继续 听歌 腾哥 这是动物事件 动物事件 什么 动物事件 我听着了 什么 你提 一会儿啊 谁举手谁回答 不能帮忙啊 没毛病 主要刚才我已经放了很多了 把握住机会啊 不是 那你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几比几了 看我们还玩不玩来 目前你们的比分是4比8 这沈涛要不给你们点机会 你们都已经冻成冰了 我跟你说这几季我累的呀 是 我累的呀 你刚才搞那种暗箱操作 太明显了 没人可以对于这现形 就乔山一问我 我就慌了 对 我玩这套是不是 来 听歌啊 听歌了 杨迪 哈利波特 哎呀 都懒得演了是吧 不演了 快点 下一题我准备好了 请听歌 画画 干啥干啥 不不许说话 你 不能说 爹 爹 唱的没有战队吗 刘老师去 干了干啥 贾燃姐搞富裕是吧 刚才在那儿 你别走 怎么了 我不说话 我绝对不说话 你过来 你出来 不过来 你演什么演 头来 防住他 要你防住他 晋机的巨人 爱喷 爱喷 灌篮高手 灌篮高手 子依 灌篮高手 哎 不是 有你 是 斩篮 我举手了 乔山 上诺诗星矢 正确 上诺诗星矢 上诺诗星矢 是吧 我还在那儿灌篮高手 又看他在那儿演 不是 你俩整的我好像有准确答案 在把你俩紧张 我还把你这棋给子依姐了 快 快拿高手 下一首啊 来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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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杨迪第一 绝对是我们 我敢用贾铃的性命担保 绝对是这边 你用我的 刘迪姐 掐 掐死的 沈涛 既然这样了 就叛花花吧 你用我一条命吧 你说吧 民侦探柯南 真相只有一个 你有提 什么时候把我提偷了 继续听题 花花 石子王 哦 录制之前我看到 梧桐去了花花的化妆间 哈哈哈哈 进去了好久 而且 刚从杨迪的化妆间出来 我就少了东西 小宋 你还在这乐得挺欢是啊 彭哥你也没帮啥玩啊 哎呀 你 你怎么还挑人的 妈呀 刚才赌上我的性命那一盘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请听歌 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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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滕哥作答 哈哈 这边 这边举了这么久了 我可没听说 疯狂动诚 疯狂动诚应该是 呀 你给我看 我要我要夺你性命 来人啊 来人 你们这个剧组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打一打 我是冤枉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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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里来的女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俩怎么又看见了 因为太明显了 哈哈哈哈 滕哥挡不住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就是原因 哈哈 静听歌 花花 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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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虹好不容易打一道题 给他点戏吧 花花快一点 但是花花不能商量 全力的游戏 权力的游戏 我没说 我没 我没说 我没说 这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你们王牌组能不能让这点客人 对不对 上来就这么玩了 乔山 知道为什么来这的嘉宾越来越少了 干不过呀 只有我在这抗偷袭 我怎么选择 还剩最后两题 哎呀能不能反败为胜 再次两局 这 这什么出现 请听歌 翘山 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 能不能赢 就在此一局 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 高途课堂 脑力PK时刻 请听歌 哎哎哎 腾哥 腾哥什么歌 什么 什么歌 说必须说 来 打 什么啊 什么啊 金色狼的夏天 哈哈哈 金色狼的夏天 又整理衣服来了 起来 啥呀 我都不能走动走动了 哎 这也给了 你们大人 你们导演组太玩了 佳莲姐拿着这个 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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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九十让的橘子狼夏天 这这我能 谁 谁 谁演的啊 谁橘 橘子狼 哈哈哈 你是不问谁演的橘子狼 啊 对 对 对 你回答我 我为什么我知道一个音乐 我要执操他那么多的背景 对 这题真不能算对 玩赖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用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方式 最后来决定胜负 好不好 这是什么 比较 比较 来 这边出大家长腾哥 这边出今天的领队子怡 妈呀 子怡姐不是送分来了吗 真是 请听歌 猜 来 猜 咋得你俩想演一段 你过来点 都能听着了 是吧 你说我能告诉你吗 只能你们答 只能你们两个人答 这首歌好伤 只能你们两个人答 这首歌好伤 这首歌好伤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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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出师父了 入脸师 好像是入脸师 啊 举手 好 子怡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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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脸师 不对 鹏哥你的答案是 阿甘正传 抱歉 自己 我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对我 谁演的 什么呀 阿甘正传 谁演的 汤汤汤 我的朋友汤 像我们人来过来欺负人 我好几个朋友 但是我真怀疑他们知道 肯定有些人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题 子怡 为了证明没有人偷题 我们增加难度 来 加示议题 三部剧的台词 混在一起 看哪一队 先把这当中的三部作品 都说出来 稍等 我们说台词还是说 剧名 剧名 哎呀 装啥都值得提 完还给这 问 听台词 你上来 小强 小强 你怎么了 小强 小强 你不能死啊 这有周星驰的一部 啥呀 唐伯伍 唐伯伍 点秋香 还有两部 要说三部啊 三部都说出来 再play一下 再听一次 好 你看 不但自己没答对 还把我们给搅和了 哈哈哈哈 小强 你怎么了 小强 马东梅 小强 你不能死啊 马东梅 哈 夏洛梅的烦恼 马东梅 夏洛梅 夏洛梅 还差一个要说三部 夏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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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 晒太阳 夏洛梅 夏洛梅啊 花花 夏洛梅 夏洛梅 那个电影叫 夏洛梅 夏洛特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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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常伯虎点灸香 还有吴坚道 好 吴坚道你听到什么台词了 梁朝伟说了一句什么 说什么了 干什么 不是 说了一句什么 说了一句什么 你再放一遍 我给你束不过来 确实气场太强了 他绝对作弊 您过来 我绝对没作弊 再放一遍 你上来晒太阳 你上来晒太阳 是梁朝伟 梁朝伟 梁朝伟 你上来晒太阳的 没抓着 证据没抓着 吓死我了 刚才花花被子依姐揪出去的时候 你们吓到没 我们都想把她剃出王牌了 没掉链子 花花 好 王牌电影院的门票 马上来进行一下分布 这轮获胜的队伍 将会获得的是 40张电影门票 咱们就10张 本来我们亲戚也没那么多 来 看看座位图 我们选座位吧 我们有40个 这上座率 那就中间的三块 哎呦 子依姐 再照顾照顾都做屏幕上了 反正我们就这样吧 就帮你挑最中间的40个位置 对 咱们的10个放哪儿 包围他们 哈哈哈哈 包围他们 横哥你是多爱下围棋 全赌门口吗 10个人 我怕包不起来呀 挡挡挡挡 他们找几个上身场的 放第一排 都别看 最中间的第一排10个 哈哈哈哈 接下来 输的队伍要选出 接受惩罚的人 这个惩罚呢 由队伍当中的两个人来面对 腾哥眼珠子转的 都快转飞出去 经过投票非常民主 决定你们俩 经过你们两位口头的投票 小苏你同意吗 我同意 接下来呢 要进入淋水服不服的惩罚 现在面前桌上放着六个水杯 里面都装满了水 五个杯子的盖子 是密封住的 有一个杯盖是没有密封的 腾哥和子怡呢 依次选择杯子 倒扣在头顶上 如果腾哥选中了 花花和小桐 都要接受淋水的惩罚 如果说子怡选中了 那么花花和小桐 面于授罚 听能听出什么呢 都没用 两位任人宰割的羔羊 花桐 花桐 花桐组合 子怡你先选一个 选第几个 这个 好 腾哥选哪个 这个 从腾哥开始 因为咱们输了 好 没有 哦 那刚才水是哪来的 啥 是我脸里脸里的 是你的汗 脸里的 你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哎呦吓死我了 子怡也得快啊 好 子怡姐不拍 干脆 走你 没事 安全 安全 完了之后就这样 没有logo的就不选了啊 接下来子怡选哪个 那我就眼前这个吧 好 腾哥选哪个子怡选了那边 他面前的那个 我还选这个 不能选了这个了 尼克兰老爸 占便宜没够的呢 这个可不可以没收了 选这个 来 腾哥开始 验证 走 腾哥 快折痕往头上交 哎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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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啊 这么多 太吵了 同甘苦 共患难 欢欢你怎么变成了不经云 哎呀 哎呀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刚才腾哥到得非常的快速 表现非常好 就像骑上了小刀电动车一样 小刀双动力电动车 双动力 不仅劲儿大 省电还能跑得更远 如此优秀的小刀电动车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就是质量超可靠 其他准没臭 下面进入七猫免费小说APP 免费娱乐时刻 接下来就由子怡 小彤和小宋 一起带来精彩的舞蹈 《十面埋伏》 把你统双动异 闻了 《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 《十面振》 《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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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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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